各位朋友大家好 谢谢大家抽出宝贵的时间 来了解哥伦比亚国际大学KIFA学院的相关信息 我叫徐志秋 是这个学院的行政院长 KIFA学院是哥伦比亚国际大学的一个下属学院 哥伦比亚国际大学的英文名称是Columb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简称CIU CIU成立于1923年 是一所拥有百年校史的美国私立综合型大学 位于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的首府哥伦比亚市 CIU设有文理学院 商学院 跨文化研究学院 教育学院等等 所有的专业均有正式的认证 这些认证机构包括 美国南部大学联盟认证 也就是SACCOC的认证 也拥有美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委员会的认证 也就是CHIA的认证 Council of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CIU开设从本科到博士多个学位课程 CIU同时也获得中国教育部的认可 被列入中国教育部涉外监管信息的名单 KIFA学院是CIU的一个学院 CIU过去100年所累积的认证的资格 全部延伸并覆盖到KIFA学院的所有学位 也就是说 学生在KIFA学院所获得的学位 和留学到校本部英文课程 学习所获得的学位是完全一样的 KIFA学院所秉持的是全人教育的理念 具体而言包括三个层面 第一是真理教育 也就是Veritas 这是世界观价值观和信仰层面的教育 也是健全人格的根基 第二个层面是品格教育 也就是Virtual Education 这个层面培养学生在道德审美 及常识方面的高尚品味 目的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 第三个层面是专业素养 也就是追求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的卓越 KIFA致力于邀请行业内的优秀师资 把学生培养为具有竞争力的行业翘楚 总而言之 KIFA所提供的是以追求真理为根基的博雅教育 同时追求在专业上的卓越 KIFA学院的核心理念 是优质高等教育的平民化 也就是在全球范围内组织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 通过网络平台以受众可以陈述的学费 发放给符合录取条件的学员 主要针对的是全球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 通过扎实的职业技能培训 以及道德公益素养的栽培 鼓励学员扎根社区服务社区并进而转化社区 我们真诚欢迎海内外志同道合的朋友们 一起参与本项目的教学与建设 本项目正在招收客座教授和助教 欢迎学有专长的朋友们来申请 KIFA学院目前已经开设的专业包括 临床心理辅导硕士 工商管理硕士 也就是MBA 我们会在2023年的秋季 开设Cyber Security MA 也就是网络安全管理方面的硕士 并在2024年的秋季 启动本科项目的建设 本科项目所包含的专业 有心理学 商学 教育学 计算机等等 KIFA学院拥有以下的教学的特色 首先我们使用的是中文教学 让大家在学习中没有语言的障碍 然后我们使用的是申请制 不需要联考或者高考 当然我们也有严格的入学的标准 然后我们致力于高等教育的平民化 教育的质量非常的优秀 但是价格相对便宜 也就是性价比很高 我们的所有的线上线下的学位 都具有权威的认证 毕业后可以获得与美国校本部就读 同样认证的学位 然后我们采用线上学习 学习的时间相对灵活 工作学习两不误 我们在课程发放的形式方面 采用录播课和教授面对面相互结合 互动性很强 教授一般每周都跟学生通过team视频 或者是zoom视频与学生互动 回答学生的问题 我们在项目里面所有的任何的老师 都拥有博士学位 并且其中有不少是终身教授 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PIPA学院的课程 在教学方法方面具有以下的特色 我们拥有在线讨论课程 目的是建立教授与学生之间的有效的互动 我们有录播的视频课程 帮助学生了解基本的概念 理论方法和模型 我们有丰富的阅读的资料 让学生接触前沿的案例的理论观点等等 我们也有各种的课程的作业 内容形式丰富多样 帮助学生做到理论与实践有效的结合 我们也有学生之间的在线讨论群 提供同学老师 可以随时互动的彼此交流 彼此学习 待会我们来具体的看一下 PIPA学院的临床心理辅导硕士项目 本项目的学员在完成所有课程之后 将获得哥伦比亚国际大学 心理咨询的硕士学位 也就是Master of Art in Counseling 我们同时也在申请IRCEP 也就是国际心理咨询培训师的项目认证 同时我们也与美国纽约的 Albert Ellis Institute的研究所合作 选修该项目证书的学员 可获得AEI颁发的 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的培训证书 理性情绪行为疗法就是 Rational Emotive Behavior Therapy 本项目毕业的学员将掌握系统完整的理论知识 和优秀的咨询技能 适合在各种心理咨询单位 比如学校、医疗等机构、从业 并也可以进行个人辅导、婚姻辅导、儿童及青少年辅导 并对上瘾问题、创伤问题等多种需求进行治疗 PIFA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 也就是MBA 我们这个项目所有的老师 都是在北美、澳洲、英国等地的大学里面教书 许多都是TenuTrap 也就是终身教习的老师 这些老师都非常难以请到 但是他们都愿意到这个项目里面来任教 而且很多是义务的 或者只领受很微薄的薪酬 原因是他们心里也怀揣着 跟我们一样的高等教育 平民化的教育理念 这是我们很高的教育质量的保证 你可以去看我们的师资阵容 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客观的描述 在保证高质量师资的前提下 我们希望在学费方面也是平民化的 就是用社会普通民众所能承受的价格 来发放高品质的教育 上次我们的讲座中 请到原来在香港大学商学院 当院长的张介教授 他在给我们办讲座的时候提到说 他在香港大学的时候 跟London Business School 也就是伦敦商学院和Columbia University 联合开办一个EMBA的项目 要拿到这个学位大概要花大概 120万港币左右 而我们KIFA的MBA项目 所有的学费都加起来 大概是稍微超过1.6万人民币 相比之下 我们的学费大概是他们的15到20分之一 但是学生们所领受的教育的品质 学位的含金量其实都是类似的 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学生们之所以能够享受到这样高的品质 这样低的学费 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大部分的学费 都已经被资助人垫付吸收了 我们的捐助人和基金会 和KIFA学院有着共同的社会服务的理念 我们在办这个项目的时候 盼望我们培养出来的毕业生 能够认同我们的教育理念 也就是大家从这个全员来领受恩典 我们也盼望我们将来的毕业生 能够成为感恩的人 感恩的方式一方面是回报社会 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我们的学生 将来学有所成 记得母校 记得这个项目 也回馈给学弟学妹们 资助学弟学妹们 也资助这个项目 让我们一起来发展 我们希望形成一种良性的机制 KIFA所愿望的 指大家不仅仅来这里拿一个学位 更是在人生的设计规划 以及对整个社会的贡献方面 我们结成一个团队 携手同行 大家可以在屏幕上看到 这是我们联系的方式 欢迎大家报读 CIU KIFA学院的各个专业 并以各种的方式 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 谢谢大家 今天很荣幸 能够给大家一起来分享 脑科学研究的成果 对我们养育儿童 养育孩童的一些 启示和应用 那我今天的 在我介绍之前 对今天的听众 有一个了解 对我的这个 讲座有什么期待 或者是说我在讲这个过程中 着重强调哪部分 所以呢我不知道 我们的听众里面 有孩子的人有多少 然后没有孩子的 可以回复零 那有孩子的有几个 就可以回复几个 然后可以在聊天区 大家可以打一下 我看到了好多有 都很多有孩子 还有六个孩子的 很受祝福 好的 太好了 谢谢大家的回复 那我们第二个 我想就了解的就是 我们来参加的 听众主要是爸爸 还是妈妈 我想妈妈要记多一些 但我想看一下爸爸 有多少 大约有多少 爸爸也不少 爸爸和妈妈 这特别好 爸爸和妈妈一起来去听 真好 好的 太好了 那其实就是说 我们现在不仅是有这个 还没有孩子的 预备来去听的 然后还有呢 可能是我们一些教育工作者 尽管没有孩子 但是我们提前预备 那我看到了也有 大部分还是有孩子的 而且还有很多的家庭 真的是爸爸妈妈一起来听的 真的是特别好 那其实在我们 听任何的家庭教育 包括教育的 本座的时候 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教育的目标是什么 那我们的孩子 存为什么样的人 那我们可以去带着这个问题 可以听我们今天的讲座 那我最后呢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们可以在聊天区里面 可以大家可以花一两分钟时间 回复一下 我们的教育孩子的目标是什么 抱歉 田博士 可能您的屏幕 屏幕有一个黑的那个框 您可能要移一下 因为我们这边看到 对 就是上方的 对 这个是吧 对 还有右侧也有一个黑 可能稍微往旁边移一下 谢谢 右侧 这个是吧 是的 您稍微给它说到一个最小话 否则它会挡住您的TTT 在下方也有一个方形 对 就是这个地方 是吧 这样是吧 这个会这样小一些 右侧的还会挡住 这样呢 可能要最小话 因为这个是这个聊天的 去我看大家的 聊天框 带给别人光的人 对 对 品格健全的 这小话 这是一个聊天框 我在看大家的这个回复 品格 学识 健康 很好哈 好的 我了解了 感谢大家的回复 我也知道大家的一些使命意向和教育孩子的目标了哈 那我们就在这个我们今天讲座开始之前我大致的介绍一下今天讲座的内容哈 首先呢我会介绍儿童脑神经发育的规律 第二个呢就是运用这种脑 科学研究的成果 关注关键的时期的一些关键的养育哈 那第三个呢就是表观遗传与心理养育 那第四个呢就是我分享一下自己我在做这个教育的时候 对家庭教育包括教育的目标 有一些心得和体会吧 和大家一起分享 那其实我们现在我不知道大家关注到没有 就是在我们身边 未成年人的脑迹病呈这种逐年上升的趋势哈 那像我本身研究的领域呢是在自闭症 多动症和儿童智力持缓MR这个方向 主要十多我在老年的痴呆 老年痴呆这个方面研究了大约五年左右 那那个时候呢我在博士的时候呢 就转到了去儿童也研究儿童的发育 那儿童的发育呢就智力持缓 那个时候我研究发现哎呀这个很多的这个智力持缓 就跟这个遗传有有有极大极大的关系 而且就很难去干预 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干预是 就是说它的果效是有有一定有就程度比较小 那我之后呢就转到了这个自闭症和多动症 以及臭动症和抑郁症方面的研究 那大约有十几年二年左右 那发现越来越在国内也是这样子 就是自闭症的发病率是特别快的上升哈 我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种人群 那自闭症现在在全世界各地的发病率 已经是大约是百分之一点多哈 但是在美国韩国一些就是高度发达的国家 它尤其发病率尤其的高 那从这个零几年开始 那一百比一 一百六六比一 那到现在的2020年统计的话 全美的平均是五四比一 那在这个发达的佛伦里达州的话 它的发病率已经达到了四十比一 那其实就是一百个人里面有两个多 还要多的人群就有自闭症 是自闭症的头 那其实这个自闭症的发病率 它除了有这个发达地区 这个发病率高的这个特点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高收入人群 就是这种生活品质比较高的人群 他的家庭的这个自闭症的发生率 也是要比一般的家庭要高的 然后所以呢自闭症它是一个 集环境包括我们现在的饮食生活方式 以及我们的生育年龄的不断的增长 都是有关系的 当然它也跟精有关系 那多动症也是一样子 就是多动症和抽动症也 基本上跟自闭症的这个趋势也是一样的 那其实我们这个是在幼小的儿童 大约自闭症的孩子在我国筛选的 大约是一岁之内就有四次筛选 那在三岁之内有八次筛选 实际上就是说还是比较提前的 我们国家的发展就在这个医疗医学方面 预防医学方面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的 那其实让我更惊讶的就是 为什么我们走过了我们健康的孩子 走过了就是走过了这个儿童期 到了青少年期 那我们的这个抑郁症的发病率是逐年上升的 那我们最新的这个中国国民心理健康 这个是中科院心理所做的每年都会做一个调查 那在2022年23年的这个调查发现 全国青少年的抑郁症率已经达到了20% 那在海淀区的抑郁症发病率已经达到了 就是青少年的发病率已经达到34点多 这个发病率还是蛮高的 因为100个人里面有三个孩子 这么青春阳光的孩子为什么会得抑郁症呢 是吧 还有空心症 焦虑症等等的这些精神疾病 给家庭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所以对于我们科研工作者也是看着很揪心 然后就开始我们一定要去把自己研究的成果去转化去 去和公众去有一个连接 那这个就慢慢的我就开始做家庭教育啊 心理辅导这方面的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也发现了很多的成年人也有很多的焦虑症和空心症 这就是我们现在国内我们的教育现状 那孩子的这种脑疾病的发病率逐年的上升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的脑科学研究也有很多先进的技术 由于这些先进的技术也能够让我们更加的去了解 我们的孩子的脑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 是什么样的原因 那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可以去纠正它 或者是说去改善它 那这些呢就是我今天和大家可以分享的内容 那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想了解 或者是说我们想更多的去为这个家庭孩子的教育 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们必须得了解这个科学 那就是脑神经系统发育的规律是什么呢 那我们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等一下我把这个框往上移一下 神经元就会发育出许多树枝状的树突来 树突间通过突出互相连接 突出越多 形成的神经网络就越发达 大脑的功能就越强 智力就越高 大脑生理学家们发现 儿童的智力和性格在零至三季间就完成了百分之六十 这三年是大脑发育的黄金时期 孩子具有天才般的吸收能力 三至六岁间完成了百分之八十 六至八岁间完成了百分之九十 八岁以后的发展则逐渐缓慢 到十三岁左右 大脑发育最关键的敏感期就结束了 这就表明孩子聪明与否 到七八岁的时候已经基本定型了 如果我们不能把握这个关键时期 那么当他们年龄越大 起方培养他们就会越费力 效果也就越差 通过善免的了解 我们可以知道 当孩子聪明的关键 就是要让孩子在大脑发育敏感期 也就是零至十三岁之间 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方式 反复接受最优势的信息 好的 那我们刚才通过这个短篇 我们对大脑有一个了解 就是实际上我们这个大脑 它是占身体大约百分之二的这个容量 那它其实耗我们人体的热量是百分之二十 就相当于是一个生物学的一个超级电脑一样 最耗电的一个零件 那我们的脑遗传基因占全身的三分之一 其重量的大约是1350克 大小就像柚子一样大小 然后形状就像胡桃 那这个我们这个大脑的复杂度 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一个一个脑一个组织 所以呢我们通过去更进一步的去脑合磁的时候 发现其实我们在这个发育过程中 你看这边的是标注的灰脂白脂 就是我们的脑灰脂脑白脂 包括我们的皮下组织啊 包括大脑的总体积 以及平均皮脂的厚度 以及皮层的总面积 它有一个就这样的一个动态图 发现我们的儿童在0到6岁 我们可以到0到6岁或者0到8岁 这个时期呢 它是一个快速发育的一个时期 就相当于我们视频里面说的是一个窗口期 是一个我们在教育方面 可以做很多事情的一个特别关键的期 那当我们到了一个平台期的时候 这个脑发育呢 就基本上就已经形成了它的连接 脑突出的连接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脑突出的连接 在新生儿的突出连接 就是这样子 这是Cortex Neural Cortex 这是皮层 脑下皮层的新生儿的脑下皮层 它的连接并不是特别丰富 那到3个月的时候就更加的丰富 到2岁的时候密密麻麻的 它的丰富度就大了很多 那它有很多层 每一层呢和下一层呢有很多的连接 那我们这个突出的 互相的连接的复杂度 就可以表征我们的大脑的这种可塑性 所谓的可塑性 我们想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脑开发也好 我们的脑可塑性也好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大脑的皮脂 我们的大脑皮脂以及大脑皮层以及深部 它的突出连接特别的丰富和复杂 然后它的连接度越密 那它的大脑的复杂度就越高 那就像这个图一样 就这个神经胞体它要放 它要释放地质 就是我们接收到一个想 假如我们想动的话 那我们就要有一个神经细胞 从神经细胞释放一个地质 假如glutamide 然后它要释放地质到下一个神经细胞 那它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跟下一个神经细胞的速突 产生了这种连接 就产生了放电 有很多的我们的这种连接是电反应 也有的是化学反应 所以我们的大脑好像有很多的电信号 也有化学信号 那我们这个有机体 好像是其实是好像是一个 又像是一个电箱 好像又好像是一个化学反应器 其实它远远比这些还要复杂 那我们在哈佛大学儿童发展中心报告 显示了就是我们年龄越小 大脑的可塑性越强 这也叫天赋递减原则 就是说你越开发的越晚的话 它不在那个时期应该发展的一些能力 你没有给它发展出来的话 那它可能未来要去发展这个 这个能力的需要付出的努力更多 而且它也许达不到我们早期可以在它关键的时期发育 时候去培养的那个程度 所以我们要去 去在关键的时期要了解 然后做了一些问卷实验 还有做的一些 不是说像我们现在的脑科学实验 就是一些比较大范围的一些实验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 他们发现每个阶段 每个孩子就是每个孩子都有一些差异 但是很多孩子这个群体的孩子 都有一些共通的一些通信 譬如说在零到二岁的时候 他就对这个动作感知和陌生人焦虑方面 就是特别的敏感 那就像犹太人诗篇里面说的一样 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后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就好像这个一个树木一样 它要结果子 那在溪水旁 我们要按照它的时候 按照它的关键时期去养育它 而不是任意的就是跟着 所谓的没有我们不去了解科学 不了解它的这个认知发展的规律 包括它道德发展的规律 包括它身体发展的规律等等 我们去忽略这个 然后去跟着世俗的去养育孩子 这肯定是不行的 那我们第二个内容 就是应用这脑科学的研究成果 做好关键时期的关键养育 那其实我们在中医里面都说到 就是上医是什么 上医治未病 就是你还没有得病的时候 你就要去治 所以我们在养育孩子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孩子还没有出生 我们就开始去对他进行养育 在孕期期间 可能是很多忽视的这个时期 就是在我们家庭里面很多忽视的时期 而且有很多的一些研究成果 在孕期是非常关键的 就像在这个不同的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黑框是吗 会影响吗 可以移开的话最好 会挡到一点标题了 好的 那我把它移到下面 可以隐藏 可以隐藏一下 这样下面也会被遮住 ok 我不知道这个怎么操作隐藏 他有一个可以隐藏的 好 待会就这样吧 好的 在我们怀孕期间实际上有不同的孕期 与志祺分析 譬如说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 他在这个整个这个发育过程 他儿期都是非常敏感的 尤其在这个十六周 那我们的孕期的妈妈都会觉得 哎呀三四个月的时候特别恶心 其实我有的时候安慰他们 其实没关系 因为这个时候孩子没有 没有那么大 其实吃不了多少 你其实兔也好 孕兔也好 怎么样也好 没关系 其实我们不要吃那么多 实际上是生物对我们 就是我们机体对我们的保护 就是他不舒服 就要让你不要过多的吃很多的东西 然后我们假如吃了一些 不太健康的东西啊 或怎么样 都会都会不是特别好 所以在这个时期或多或少 都会有孕兔反应 有孕兔反应实际上是 对我们胎儿的一种保护哈 所以很多妈妈们都会觉得 哎呀我这个孕兔会不会对孩子有影响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因为那个时候他对营养的需求 没有那么大 因为本身我们自身的妈妈体内 就有很多的营养 就这个时期即使你吃的很少 也没有关系 都可以满足他的这个营养的需求 那在心脏以及胳膊耳朵眼睛 这些眼睛牙齿这些发育也都是非常的关键 所以在这个时期饮食特别的重要 我们不要去吃街边的呀 或者说有些妈妈就爱吃那个麻辣烫啊 因为那里面有很多的添加剂 所以我们还是要节制一下自己 另外一个脑科学研究成果呢 就是发现在自闭症的儿童里面 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利用模型鼠 在这个三绿生暴露的这个小鼠 发现他的他生下来的孩子 更多的有这种自闭症一样的行为 那他的脑神经的连接呢 发现也有异样 他的脑神经发育呢 他的就是更加显身就像有一些抑郁啊 自闭的这种表情 那其实呢三绿生是在哪些里面有含有呢 就在这个抗菌的肥皂里面呀 牙膏里面呀 还有化妆品里面玩具家具以及床垫 其实实际上就是很多这些不必要的这种 像过去我们的父母其实也没有什么抗菌的肥皂啊 实际上就是用益子呢 益子就是用那个猪油哈 然后就提炼呢 然后去做的一些比较 比较手工 还是比较原始的一些 去污的一些肥皂哈 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工业化的产品 包括我们牙膏 还没有什么发炎 我们就要用这个消炎的牙膏啊 要用这个要用抗菌的 杀菌的这个肥皂啊 它这里面会有很多的一些化学物品的一些超标 即使就是我们现在没有研究表明 它有对我们的孩子的健康 或者是说家人健康有影响 但是它潜在的就有更多的影响 那这个三绿生是我们明确研究表明 它是对我们的孩子的脑神经系统 是不是特别好的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 就要用更自然更健康的 不用太过于 我就说不要太过于工业化了 吃的包括我们用的不要太工业化 另外一个研究表明呢 在瑞典的研究发现呢 母亲被诊断为多囊卵巢综合症的 可使孩子患自闭症的这个风险提高59% 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 常常就是表现为就是 雄性激素比较高 其实就是母性雄性化 这母性雄性化 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压力 就是一些就是类似的就是高压力的工作的妈妈 然后还有就是处于家庭中不是有很多家庭问题的 育妈妈也是会感受到外界的很多的压力 包括一些食品也是有相关的 当然这个也跟自身的这个妈妈本身 它的雄性激素水平有关 那其实我们的雄性水平可能本身就比较高 但是我们还可以预防 我们还可以用其他的激素来去可以去预防 非常天然的激素去 去可以去抵消这个雄性 我们高雄性激素 那我们一会儿我介绍哪个激素 那我们其实在我们的传统的中医里面 《黄帝内经》里面就提出了这个七情 如果喜怒忧思悲恐惊过激的话 会导致胎病里面 那这个如果我们的这些七情如果特别的受到压力的话 它会扰乱我们的神经系统 然后从而导致我们的孕妇内蜂蜜紊乱 然后甚至有可能造成胎儿畸形 然后这样就可以让胎儿在一种焦虑荷尔蒙的刺激下 然后让我们可能就会在孕期的时候就产生了胎病 那我们可以用的抵御的办法就是我们在怀孕的时候 就进行胎教哈 其实胎教还是挺科学的 我们在这个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给孩子听音乐 然后就给孩子去讲故事 去跟他去社交 跟他谈笑丰盛的去跟他聊天 这些都会让孩子能够感受到这种放松愉悦 而不是给孕妇很多的压力 那我们尤其工作的妈妈一定要调节自己的情绪 不要太压力太大了 那我们在孕期养育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注意几个就是找生找育 最好在女性22到35岁之间 然后补充叶酸 这个大家都知道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科学健康的自然的散食 我们不能吃那个街边的 或者说外面的食物 最好就是自己家做的这种健康的食物 不要那种半成品的工业食品 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这种添加剂 对孩子的这个神经发育是特别不好的 因为他们很多的这种添加剂都会是兴奋性的 因为为什么我们喜欢吃外面的工业产品 是因为它让我们感觉到很愉悦 这个愉悦就是刺激我们的神经 是处于一种兴奋状态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孩子 就是这种多动症啊自闭症啊 有很多的这样的问题 那还有一个好的睡眠好的情绪 那刚才我分享就是远离这些化学污染 然后远离病毒这些好多妈妈们也都知道 所以我们要结合着这些 这些注意事项 然后可以在运气有一个科学的养育 科学的运气 那第二个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们的婴幼儿期 婴幼儿期呢就是零到二岁 我把婴儿期和这个幼儿的早期放在一起 那我们的零到二岁的脑 儿童的脑发育是特别快的 它从二十周然后长到两岁的时候 这个脑的这个体量是很快的发育 包括它的神经连接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很重要 我们在这个阶段的它的能力发展有很多 那我就是在这个里面我就不能展开来细说 那感觉统合和语言大家都知道 那我在这里面重点强调的就是出生到两岁的时候 安全依恋和情绪这个方面的问题 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皮亚节儿童认知发展规律里面 就提到一个陌生人焦虑 这个为什么这么重要 在英国精神分析是约翰·鲍伯比提出了这个安全依恋 他们做了一个什么实验就是一个孩子 他妈妈带着这个孩子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然后跟一个陌生的人在这儿 然后看这个孩子的反应 然后呢看他是否可以自由地玩耍 还是他会有一些陌生人的焦虑 那之后呢妈妈就离开这个房间 看是否这个孩子会去有不安会去找妈妈 然后或者是说不找妈妈 然后默不关心或者是说呢 那我们呢有三种类型 一种呢就是安全依恋 他在妈妈在的时候有陌生人在的时候 他还可以比较放松 但妈妈一旦离开了 他就去找妈妈去门口去找妈妈 好 哭闹 这是安全依恋这是好的 那另外一种就回避性依恋 就是他没有这个反应 就这个孩子 这个妈妈已经出去了 他没有反应 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了 如果我们的孩子有这样的反应的话 你要担心可能是 可能是自闭症 或者其他的一些神经发育的一些疾病 那矛盾性依恋呢 这个也是需要注意的 就是说他在你离开以后呢 他会大哭大闹 但是你回来呢 他又是属于特别安静 不理你 他会生气 这个时候呢 这样的孩子调查了 发现他长大成人以后呢 很多的时候就情绪 会有情绪障碍的问题 那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婴幼儿 他会把父母 当母亲父母 当作就是照看人 当然就是这个有可能 有单亲的家庭是爸爸来照看 就是我们的照看人是他的安全基地 只有这种建立这种安全基地 然后发展出这种依恋的认知的图示 他才能够有效的探索 周围的环境 那这个建立安全依恋的好处有很多 它有利于我们孩子养成良好的性格 提升我们的孩子的人际关系 人际交往的能力 那另外一个呢 对智力发展非常好 这个智力发展做了一个研究 就是有些孤儿 然后有部分孤儿 他们就把这份孤儿分成两组 随机的分成两组 一组呢就被很好的照顾 然后去有这种 建立这种比较亲密的关系 有照看人 那另一部分人指示给他之后 没有他就好像孤儿愿满 然后就只是有这种正常的吃喝呀 有一些活动 但是没有固定的一个照看人 去和他有社交的连接 这个时候发现这些孩子 在测评测试他的智力水平的时候 发现有照看那个和没有这个 照看社交连接的这一部分 他的智力水平的这个差距是比较大的 当然是就是有这个社交连接 有照看连接的这个会发育的更好 那他们做了一个长时程的这个调查 发现这些孩子有照看这些孩子 很多陆续的完成了学业 然后甚至很多都进入了大学 那没有照看这些孩子的这 这群孩子大部分都念到三年级就错学了 那其实我们当没有安全的时候 我们的智力也是很难发展的 那在这个我们进一步的这个实验呢 就是这个恒河喉实验 恒河喉实验呢是哈佛大学做的 那有我回去看一下 那这个呢就是有两组妈妈 就这个小猴子呢很小呢就和他的妈妈分开了 然后呢他跟两个这样的妈妈 一个呢是有奶的哈有奶粉的可以喝奶的这个 我们叫铁丝老妈妈 然后呢有一个他的身上呢包的是绒毛布哈 是绒毛布妈妈 我们发现这个这个猴呢 大部分时间更愿意跟这个绒毛布的妈妈待在一起哈 那还有一个这个绒毛的狗的模型 他也不愿意在他愿意跟这个绒毛布的妈妈在一块 那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的是有奶就是妈是吧 但是实际上这个猴子在在这个吃奶的时候 甚至就是在这个绒毛布妈妈的身上 然后探着去吃奶 吃完奶立马回来到绒毛布的妈妈身边 那你这些猴子有什么问题吗 那这些猴子在成人以后呢发现 他们有很多的情绪问题 有很多的会咬自己呀 会打自己呀 或者是躲在一个角落呀 有这样的精神问题 那之后呢就发现这些猴它是因为小的时候 它是跟妈妈分离分离的 然后就跟这这两种妈妈呆在一块 那它没有很多的社交连接 发现这个母猴呢它甚至就不愿意去 去谈恋爱去成立家庭 那公猴也是一样做了公猴的实验 它也不愿意去追求去追求这个死猴 那即使人工受精以后 然后得到了幼崽以后 生下来的幼崽 这个妈妈也不愿意照顾 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会打这个小猴子 所以这也是非常的痛心的一个实验 被诟病的一个实验 但是哈洛的这个实验实际上 它是在行为学就是华生那个极端的情况下 做的这个实验 它校正了就是说华生的这个行为塑造的这个冷冰冰的 我们要塑造每个孩子就怎么怎么样 不要过多的抱啊或怎么样 所以它的这个实验虽然看上去比较的残忍 好对猴子 但是它纠正了一批在华生的那个时期给人的误导 那它也在这个母爱的本质里面 说到爱存在三个变量 触摸 运动 玩耍 如果你能提供这三个变量 那就能够满足一个领长类动物的全部需要 那另外一个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这个猴子是不跟妈妈在一块 但是我们人在曼特斯特大学做了这么一个实验 就是我们这个孩子是跟妈妈在一块 但是这个妈妈看我们看到这个视频 妈妈跟这个孩子在一起互动 这个孩子也有互动 然后也比较开心 那这个妈妈突然变成一个still face了 是吧 她就是没有表情 那这个孩子这会儿 你看她的表情思考干什么 是吧 然后她一直思索你在干什么 然后之后呢她就 她就开始是把引起你的注意 让你去有表情有互动 但是这个妈妈依然还是这种still face 这种still face给孩子带来怎样伤害 大家可以接下来发生什么吗 可以猜到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孩子扭头大哭 其实这种still face对于孩子来说 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恐惧的事情 所以这个实验是非常的著名 所以我们如果在运起 即使我们是跟妈妈在一起 可是妈妈我们有产后抑郁症 这个是对孩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对他的发育是非常的不好 所以我们在座里有很多父亲在 我们的父亲一定要做好这个 妈妈的情绪管理 然后去多在这个孕期的时候 多分担她的忧虑 以及她的多跟她有一些沟通 跟她的需要是什么 让妈妈们尽量的在 本身她在这个孕期的时候 就有这个大脑的风暴 这个激素水平高三跌宕的 所以她不是说 因为很多的是生理状况下有的 当然有这种社会的刺激 比如说跟夫妻双方的这些关系 包括跟隔代之间的关系 跟婆婆父母之间的关系 可能都会让你产生这种 这种孕妇的 产妇的这种抑郁 但这个抑郁是我们极力去避免的 我们极力的去作为父亲家里面的头 尽量的去调整 产妇的这个情绪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幼年受虐祖的大鼠里面研究 发现我们这个鼠在这个范式里面 它受到了这种虐待也好 就是不是那么快乐的虐待 那这个大鼠的这个情绪调节的 这个环路啊 停止发育 这个小鼠长大以后 发现她的青春期和这个成年的这个大鼠 它的这个 埃玛格达拉就是她的这个 杏仁核和这个和那个边缘脑区都停 就是这个发育都相应的 发现她的环路受到了影响 停止了发育 然后长大以后呢 进行行为学实验的时候 发现这个鼠的这个发现有了抑郁症的 抑郁症的行为 也好躲在一个角落 社交行为也不是特别好 所以呢 我们小鼠就跟我们的人也是一样的 就是人如果在小时候 在幼年的时候受到了虐待或打骂 或者惊吓 可能对我们的孩子的这个脑发育 是特别的不好 那我们的这个 我们说的 我们的情绪脑 我们的这个大脑 就像我们的后面 我们的后面这个脑干 连接着我们整个身体 就这个这个脊髓 脊柱 它称之为爬 就是生虫脑 就是爬虫内脑部 就是所有的动物 这个都非常发达 包括小脑 因为这个都需要运动 这个都非常的发达 那这个边缘脑呢 在哺乳类动物里面呢 是比较发达的 那就有情绪了 这个边缘脑主要是负责情绪 奖赏这一类的 那在这个前额叶就是我们的大脑 大脑的前面这个前额叶皮层呢 它叫高级思维区 在我们的人类这个新皮层 Neurocortex 是特别的发达 然后占我们的身体的重量比 是最高的 所以我们这个高级 我们是所谓的高等动物 实际上就高级思维区 主要区别与动物 主要是这一块区域 就是我们的新皮层脑 皮层区前额叶皮层 Perifontal cortex区域 那我们的这个边缘脑里面 有什么区域呢 有品质体 母脑下腔的 杏仁盒 海马 海马是和学习有关的 那杏仁盒呢 是和我们的情绪焦虑恐惧相关 当我们的孩子 就是我们做的实验动物里面 如果受惊吓的 长期受惊吓或者受虐待的这些鼠 他们的杏仁盒要比普通的鼠 要大 它的体积就要大 所以它的恐惧的情绪就要更多 当恐惧的情绪更多的时候 它就这个 因为我们的大脑是整个是 都是环状的网络 我们的很多的情绪 我们视觉我们看到了 然后我们传到了这个脑 这个边缘体下球脑 然后我们这个边缘体的下球脑 这个区域处理完以后 要做出决策和控制 以及我们的高级行为 譬如说我们要去决策 我们要去做这件事情 还是不做这件事情 还是我要去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 都需要这个高级思维去处理 当如果我们陷入在一种情绪的时候 我们就没法思考 我们试想一下 但我们如果遇到了老虎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我们会思考 我们会下意识的 我们就不是会跑 人类的反应就是不是就打就是跑 我们那时候就没有时间思考 所以这个就是跟我们 这个刚才举的例子是一样的 当我们的孩子长期的处于这种 这种边缘脑受到刺激 有特别大的压力的时候 边缘脑亮红灯的时候 我们是没法把信号传递到思维脑部的 我们的思维脑部在孩子 这种强大的压力刺激下的话 他的思维脑部是不会很好的发育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管理好情绪 那管理好我们父母的情绪 包括我们周边孩子 这个社会环境中的情绪 包括他的老师 包括他身边的小朋友 我们要观察孩子的这种情绪 以及他身边人的情绪 以及去对这种环境进行管理 那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 曾经说过 幸运的人一生被童年治愈 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 这个我可以就是 在我辅导的过程中有一个案例 就是有一个女孩子 她其实在北京一个名校毕业 也我觉得很好 但是她一直就是工作也不好 然后她的婚姻问题也解决不了 然后每次我跟她聊天的时候 她每次都是说到她的童年 每次说到她的童年 就是她每次可能说话 一说到她就觉得她爸爸妈妈不爱她 然后我就问她 你的爸爸妈妈对你做了什么 就是她的爸爸妈妈在她很小的时候 出生可能一岁左右的时候就把她送到了她姥姥家 她姥姥呢是一个就是她的原生家庭又不是特别的健康 然后受了很多的虐待 她一个人住然后带一个孩子 她一不高兴的就会打这个孩子 然后呢她的父母呢就相当于她的父母很相爱 我说你的父母相爱吗打架吗她不 但是她的父母就把她送到了这个姥姥家 她姥姥的情绪管理能力也不好 然后呢她尽管在上学的年龄把她接回来 那她一直怀疑她的爸爸妈妈不爱她 因为她妹妹在她爸爸妈妈的身边 然后呢她所有的行为 包括她爸爸妈妈就是爱的行为 譬如说给她去做牙齿校正 她会认为她爸爸妈妈不爱她 然后觉得她不漂亮 觉得她没有妹妹漂亮 她所有的行为都是觉得她父母不爱她 然后她爸爸说个什么话 她会觉得她爸爸在嫌弃她 直至她原谅了这段关系以后 我说那你就回到家里面 你说出你这个你的感受 那你就去跟她去沟通 然后你对她进行一个原谅 她对你进行一个告白 她也都是有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很多的难处 那她也奖励她的 那我们之后就跟过去和解 那之后呢这个这个女生回到她家乡以后 然后跟她爸爸妈妈和解 甚至她欠了信息卡 她的爸爸妈妈就给她还了 然后她爸爸妈妈还出去打工 去给她去给她去为了买车 等等她突然觉得她爸爸妈妈爱她了 其实不是因为她爸爸妈妈物质上给她什么 更多的就是她说出了她内心很多她之前的一些想法 然后跟过去有一个告白 有一个有一个结束 然后她才能够继续move on 现在她已经进入了婚姻 那其实就是她花了三十多年 就至于她童年的这种伤害 那我们回到 回到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点 我们在孕期孕期的时候我们不是有一些压力的激素 或者或者我们都会有压力 包括我们有这种自身的某些女性的 她的雄性激素就比较高 那我们怎么样去调节呢 我们要去提升我们的催产素 这个催产素我们是 它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物质呢 它也是一个特别小的一个酒态 它可以跨我们的脑态 血脑屏障可以穿过我们的血脑屏障 然后现在有现成的这种产品 但是催产素特别便宜可得 就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 就是所有的动物都可以有催产素 这个催产素呢 就是我们甚至跟别人深情的看一下 跟你的爱人或跟你的孩子深情的看一下 它的分泌水平就高了 或者是说你抚摸一下你的孩子 它的水平也会高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催产素也称之为爱的激素 爱的激素就在这个田园鼠里面 发现田园鼠唯一的鼠里面一夫一妻 那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就是这个 田园鼠如果打那个催产素的受体 结抗它的话 发现这个田园鼠一夫一妻的这个 这个就打破了这个平衡 这个雄性鼠竟然也没有对这个雌性鼠 那么那么那么钟情了 所以我们就说它是一个social bond 我们社会连接的一个爱的一个激素 那这个催产素的可塑性 就是特别就是上天赐狗我们的礼物吧 就催产素催产素 之前第一发现的就是我们当我们的妈妈要生产的时候催产 她要待产的时候催产 她就会她就会很高水平的分泌 那很多的医院现在催产素就是 就是如果妈妈就是要到了生产要有些危急的情况下 会注射这个催产素 这个催产素对人体是没有这个剂量是没有什么伤害的 然后它会增进你的这个子宫收缩 然后会缩短这个缩短这个产程 那但是科学家发现它真是一个神奇的激素 既然我们发现催产素它会在这个我们的电声里发现呢 它的催产素的小鼠如果处理的小鼠发现 它的这个放电的频率是增加的 就是我们的放电活性是增加的 第二个呢就是另外一个实验呢 这个是杜克大学做的 在发育早期的时候抚摸这个大鼠 然后呢发现这个大鼠在成年以后呢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发现这个大鼠的 它的脑的PAG这个区域的TAC神经元 然后刺激它的分泌 然后这个TAC1的这个基因从而调控PVH的这个脑区 你们不用记这个脑区啊 这个脑区特别这个特别拗口这个这个区域 然后呢它这个区域的催产素神经元可以促进催产素的分泌 这个催产素的分泌 然后呢在对这个小鼠成年以后发现这个小鼠的社交是非常好的 那另外一个它更喜欢这个这个在这个TAC的这个环境 就是我们条件化的这个环境它更喜欢这个环境 所以就是发育早期的触摸是可以促进社交互动行为的 然后对我们的社交的神经环路是非常好的 所以就是说从小给予幼儿适当的抚摸呀 拥抱啊眼神交流包括言语交流以及高质量的陪伴 都可以促进社交互动行为以及积极情绪的产生 同时促进神经的可塑性 所以在这个如果说是这个妈妈 我建议就是特别强势的妈妈或者是强势的女性 在孕期的时候啊多去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然后多看看那些小动物 然后或者是多跟同伴的就是多跟自己的丈夫啊 多跟同性的朋友啊去多聊天 都会让我们的催产素分泌的多 因为这个催产它这个激素的水平 它是整个是一个互相截抗互协调控的一个作用 当你这个激素水平就这个催产素水平高了 那我们的其他的就是像我们的雄性激素 就是会降下来一些 这样的话更对于我们机体的激素水平的这个平衡 对于孕期来说也是非常好的 那我们到第三个期就是到儿童期 儿童期呢3到6岁的儿童期在皮阿杰和埃里克森的认知发展规律里面 发现呢在这个时期呢他们的能力不断的增长了 然后他的脑的迅速的发育 然后以至于他的语言发展迅速 然后这个时期呢他的范灵论啊自我中心啊全运算 这些我不讲开讲了 那在这个时期呢主要发展的是意志和目的哈 然后其实就是班多拉提到的那个self efficacy self efficacy这个概念呢就是建立自我效能哈 由于我们的这个大脑的这个急速的这个发育 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孩子其实就是在建造什么 建造造梦的过程就是说我想做这个 我想站起来做这个我想我想去搭积木 我想搭一个怎么积木 有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会觉得我们的孩子为什么没有耐心啊 我让他搭积木我给他搭好了他一下子推倒了 但实际上我不知道孩子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建构他的自我效能 他的建构自我效能我推倒了 用我这个外力推倒了啊 我给力量他推倒了 我有力量 那我在重新搭的时候 我就可以按照我的想法去搭 这个其实是自己造梦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是对我们建立自我效能非常好的 我们孩子自我效能如果建立好的话 未来会对我们的下一阶段的自尊的建立非常对 是非常好 那这个阶段另外一个呢就是我重点强调的就是培养想象力 这个时期我们看到的 大家可以看到吗 在这个时期从出生到六岁到十二岁发现我们六岁的时候 比十二岁的这个神经突出连接要更密密麻麻是不是 到我们十二岁的时候到我们六岁以后七岁八岁慢慢的我们开始不断的强化有些 但是我们也在修剪 在修剪一些多余的认为不需要的一些神经突出连接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我们这个阶段我们要更加的重视就是在这个阶段 我们三到六岁的阶段就是一个造梦 我们的想象力就是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扩展 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到了四岁就是三岁四岁就成了百万个为什么 是吧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他有很有想象力他很有提问的能力 他有很多的问题他有很多的思维能力 所以我们不一定说他建造了逻辑思维 但是这个阶段是他建造他的想象力 建造他的很多的思维力的一个过渡的一个过程 那在这个过程如果过渡的好的话 他会建立一种自我效能也好 包括对知识的渴求认知的渴求也好 所以我们很多家长会觉得哎呀我认我 我就到上学的时候再去培养他 实际上大大其实就是这个观念非常的就是误区 实际上我们说的其实早教 我们要科学的早教还是还是挺提倡的 这个科学早教就是培养我们的孩子的想象力 那这个想象力我们怎么培养呢 我一会跟大家分享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这个阶段语言能力也是特别快速的发展 然后开始从三岁的时候开始说句子 可能还不是说太通送 那你看他每天都在变化发现他具有逻辑思维了 然后甚至会反问你了 甚至会很多的条件的问题也会有了 那其实语言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时期 如果在这个时期社交剥夺的话 那在这个时期的很多的我们做的一些模型生物的话 它的语言能力都是不好的 那涉及的语言区率包括布洛卡区 缴回区和威尔克区 都是在这些深层次的脑区 那其实在这个培养这个语言能力和想象力这方面呢 我特别推荐的就是用绘本 因为这个绘本呢它有很多的作用 那这些呢前面的这一排呢都是 蒙埃机构做的这个绘本营 原创绘本营 然后孩子们做的原创绘本 这可能是他们一生中第一本自己写的书 自己画的书 然后这些绘本都非常的好 我之前没有太存 我昨天做了一个 把一个孩子 我今天做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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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刚才这个美丽的极光呆呆熊去南极之旅 我记得这个孩子好像是六岁还是七岁的一个孩子 然后我看到另外一个作品是一个五岁的孩子 出了第一本绘本 这是对他们一个极大的鼓励 包括对他们的想象力啊创造力啊 包括他们的美学的一个培养非常的好 因为绘本既有美学的培养 又有这个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给他讲绘本的时候 我们培养了亲子关系 锻造了我们的语言能力 培养想象力创造力 我们的创造力是源于想象力嘛 你都没有想象你哪来做创造力是吧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可以培养很多的习惯呀情商啊 有很多培养习惯的 包括社交敏感的一些绘本 包括情商的一些绘本 社交的一些绘本非常好 包括培养逆商的绘本 他这个绘本是 入物系无声的一种潜移默化的 不用说教也不用喊呀 在故事中就教育了孩子 孩子呢就也比较听话呀什么的 然后比较好 那在第四个阶段呢是学龄期 在这个学龄期的时候 随着我们的孩子能力越来越强 那这个时候我们有守恒的概念了 有数学转换的概念 有逻辑思维了 然后埃里斯克森这个理论呢 他发展的是什么能力 这个时候要获得勤奋 如果这个阶段如果培养没培养好的话 他会产生自卑的情节 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要了解一个自尊的层次理论 这个自尊就是我们不仅要有这个学业的能力 以及社会能力以及运动能力 包括我们的身体外貌 这些能力都会对我们自尊产生影响 那在这个里面如果我们前面做的比较好了 我们的在小的时候做各种户外的运动呀 然后形成一种习惯 同伴的关系亲自关系做的比较好 因为你小的时候嘛时间比较自由 那你肯定是在社会能力方面要更多的发展 然后在学业能力发展 那你前面要做一些想象力的美誉的培育呀 包括我们音乐的培育呀 因为这个音乐特别好呢 包括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手脑配合是非常的灵敏 我们老人说的这个叫心灵手巧 手我们的小拇指是特别的特别的明显 如果学音乐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的小拇指是特别的灵活 所以很多的孩子说 我这个小拇指不怎么用不灵活 但是在学音乐的孩子小拇指也特别灵活 就说明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些包括音乐呀美术呀 包括就绘本啊美誉的这种培养 都是对孩子神经可塑性非常好的 当然不要过忧而不急呀 每天给他抱各种各样的班 我们可以去尝试 然后最后保留几样就好了 如果孩子精力耗费了也不行 然后还是要以兴趣出发 和他的个人的一些潜能 和他的潜力然后去做 那在这个阶段呢 我不分享更多 那我说两个 第一个呢就是重复学习 对人脑记忆的成构 那在这个里面呢 有个研究呢发现 就是我们在重复学习的时候 这个重复学习就是 我们建立一个范式 我们学习完以后 然后醒着 然后做梦第二天 然后再去测 然后再去睡觉 然后再去 醒的时候再去测 发现我们经过了这样的 隔了几天这样的测试 发现我们的一些脑区 比如说对额叶 在一些额叶和念叶区域 比较 比较关键的一些区域 它是有特别的激活 那发现呢就是 重复学习 降低了什么错误记忆 然后它这个原因在于呢 重复学习增强了视觉 皮层的编码和提取 然后减弱了额叶的 记忆的强度 降低了错误记忆 就是对我们的错误 进行有个纠正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以发生什么啊 就是我们在老人的时候 都会说温固而知心 那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要预习 那其实我们就出现的有一些概念 那之后我们再去跟堂上课 然后再去复习 然后再去测验 其实这就是一个刻意练习 重复学习的一个过程 这个也就相当于就是 艾斯漂 艾宾斯豪格那个 遗忘曲线 我们在遗忘曲线 遗忘的时候 我们再加强 再去加强 那对于我们的记忆是非常好的 那其实我们老人也说熟能生巧 所以重复学习 刻意练习是非常好的 所以有些孩子会说 我的单词记不住啊 不是他记不住 他还没有 他还没有激发出他学习 这个英语 这个单词的这个自我效能 或者内驱力 很多的都是刻意练习 只要多背几次就好了 但是一直背吗 还是需要休息呢 还是我夜以继日的学习呢 那另外一个理论呢 一个实验呢 这个实验呢 是在一些 一些怕金森症和一些运动障碍的一些人群 他们不能下地 然后他们要去做一些活动 然后发现了去记录他们的电活动去做这个游戏 那首先呢 他用了一个一个校准 校准的一个过程 然后让他休息20分钟 然后再让他去做这个游戏 在这个游戏20分钟 然后再去休息 发现他休息的时候呢 是在和他这个大 就是这个大脑皮层中 重放习德的神经放跌的序列 这个序列就是他在放一些 就是已经重复放这个习德的这个序列 就好像实际上我们休息 实际不是真正在休息 还是在学习 但是我们得到了大脑的一个放松 所谓的就是一张一尺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 也不能说通宵的熬夜的去学 这肯定是不能长久的 而且对我们的长期的这个记忆也是不好的 我们要在这种科学的规律里面 一张一尺的要有休息 也要有强化的练习这种去学习 我就不展开在这个能力的培养 因为这个能力的培养 本身就可以展开来讲好几节 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要跳到下一个 那在青春期是非常的关键 对于很多青春正处于青春期 有青春期孩子父母来说特别头疼 有的家长跟我说青春期的孩子就差不多就是一个半个精神病 我都觉得有一点过了 但是事实上青春期就是确实是特别的特殊 那在这个脑核磁的扫描里面发现 这个皮层和这个边缘系统 它的明亮张亮成像图发现 在这个越红的地方说明它的连接越强 那越蓝的地方就是越弱 我们发现这个就是上屏的这个表层的这个皮质的这个连接是非常弱的 那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个中间的这个Olympic这个边缘脑区 它的连接是非常强的 在这个非常强的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的边缘脑区是负责情绪的奖赏和动作动机加工的 那我们的皮层负责什么呢 负责注意前额业是负责注意反应意志情绪调节计划决策和制定长期计划等等 这些高级行为和思维的这种的控制 那如果说是我们在这个神经环路里面 我们这个区域连接特别强 就是我们情绪这方面特别强 然后奖赏和动机加工这个方面特别强 而我们这个意志这个环路里面意志的这个通路呢 它是相对于来说是滞后的成熟是较晚的 然后呢是不匹配的 它就相当于是一个什么不平衡哈 它属于一种不平衡的状态 那处于这种不平衡的状态 我们的青春期孩子的大脑就相当于处在一种什么呢 它相当于在一种奖赏和这种情绪没有很好的得到遏制 那会产生什么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 我们特别的发现孩子容易上瘾是吧 网瘾或者是说爱抽烟 包括这种冲动的行为 包括现在我们疫情期间很多的这种孩子的 孩子的这种自杀行为啊 冲出这个从楼里面一下子冲出来挑楼自杀的哈 就是很多的青春期的孩子就会产生这种冲动的行为呀 然后成瘾的行为呀 那我们的青春期的孩子就是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冒险的行为呀 然后因为他有情绪的问题 所以他会有产生这种亲自的沟通的问题呀 然后成瘾的问题 然后包括电子产品啊 然后毒品啊 酒精啊 那我们怎么样抑制这种心理肺呢 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提前的预防这种行为呢 那有一个实验呢 这个实验呢就是在哈佛大学做的这种实验 就是我们两组小鼠 这个小鼠呢放在一种丰富的环境 他有充分的社交 又有玩具 他有很多事情可做 那这个另外一组呢就是这个小鼠呢 放到一个孤独的一个环境里面 然后呢让他去放了两瓶 一瓶呢是白水 一瓶是糖水 发现呢这个孤独的小鼠呢就 摄入大量的这个糖水 他就容易成瘾 那这些小鼠呢更多的花时间 当然他也喜欢糖水 但是他摄入糖水的量和时间和大大的减小 那就是说明什么 我们 我们想就是 我们的孩子包括我们的大人 成瘾在于什么 就是成瘾根本原因在于什么 在于没有足够的社交 没有足够的运动 没有足够的这种 这种学习玩耍 还有这种陪伴 那其实就是孤独的小鼠 我们想就是包括我们的留守儿童啊 还有很多的就是单亲家庭的孩子啊 他非常的孤独 当然如果我们单亲的家庭的孩子 包括留守儿童 我们有办法建立一个共同体 但是事实上很多人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让孩子就独自面对一个环境的时候 他特别容易成瘾 那要让他去再成瘾的 其实就是这个里面就是运动 对于孩子成瘾是非常好的一个解抗的作用就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运动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的激素 比如说内肥胎 很多这种快乐的包括希望的这种激素啊 都是对我们身体包括我们的发育是特别好的 当然如果我们没有很多运动的时候 让我们我们疫情期间我们每天这样在家里面 包括成年人我们的情绪也不好 何况我们的孩子 那我们另外一个从我们心理家长要改变角色 改变角色就是在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从心理上来说 他是要独立自主他在人格独立呢 然后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宝妈男 不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巨婴的孩子 那就让我们的孩子就在青春期去逐渐的去做主 我们的父母最好能够像做图一样 在他青春期来临之前就让他去孩子做主 那我们做主的孩子做主的前提是什么 我们的自空力我们的自律性包括我们的自尊 我们的自我效能建立起来才可以去做这个事情 否则的话把手机任意丢给他 然后也不做其他的努力那也是不可以的 那在这个如何处理青少年姊子关系里面 我们就是改变角色像顾问一样 引导和关怀而不是控制 过度保护和放不管都是不可取的 另外一个就是倾听和共情理解 那这个在社会心理学方面都有很多的涉及 那这个里面我就不展开讲了 那在这个爱和积极情感包括接受赞许方面 大家都可以理解包括信任 所以第三个内容我就讲这个表观遗传和心理浮育 为什么表观遗传和心理浮育 因为其实我是想讲成人 就是我们的孩子其实到了他22岁 他的前额叶皮层已经发育完全 但是依然我们需要有一些需要有一些引导的 那其实我们在了解这个表观遗传是什么 我可以放一个视频给大家 所以怎么能不能够出现 所以怎么能够出现 所以怎么能够出现 那么不同 但一个比较提到的理解 也能够出现 可以找到一个肯定的 肯定的 so how does that work genes in dna are expressed when they're read and transcribed into rna which is translated into proteins by structures called ribosomes and proteins are much of what determines a cell's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 epigenetic changes can boost or interfere with the transcription of specific genes the most common way interference happens is that dna or the proteins it's wrapped around gets labeled with small chemical tags. The set of all of the chemical tags that are attached to the genome of a given cell is called the epigenome. Some of these, like a methyl group, inhibit gene expression by derailing the cellular transcription machinery or causing the DNA to coil more tightly, making it inaccessible. The gene is still there, but it's silent. Boosting transcription is essentially the opposite. Some chemical tags will unwind the DNA, making it easier to transcribe, which ramps up production of the associated protein. Epigenetic changes can survive cell division, which means that they could affect an organism for its entire life. Sometimes that's a good thing. Epigenetic changes are part of normal development. The cells in an embryo start with one master genome. As the cells divide, some genes are activated and others inhibited. Over time, through this epigenetic reprogramming, some cells develop into heart cells and others into liver cells. Each of the approximately 200 cell types in your body has essentially the same genome, but its own distinct epigenome. The epigenome also mediates a lifelong dialogue between genes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chemical tags that turn genes on and off can be influenced by factors including diet, chemical exposure, and medication. The resulting epigenetic changes can eventually lead to disease if, for example, they turn off a gene that makes a tumor-suppressing protein. Environmentally induced epigenetic changes are part of the reason why genetically identical twins can grow up to have very different lives. As twins get older, their epigenomes diverge, affecting the way they age and their susceptibility to disease. Even social experiences can cause epigenetic changes. In one famous experiment, when mother rats weren't attentive enough to their pups, genes in the babies that helped them manage stress were methylated and turned off. And it might not stop with that generation. Most epigenetic marks are erased when egg and sperm cells are formed. But now, researchers think that some of those imprints survive, passing those epigenetic traits on to the next generation. Your mother's or your father's experiences as a child or choices as adults could actually shape your own epigenome. But even though epigenetic changes are sticky, they're not necessarily permanent. A balanced lifestyle that includes a healthy diet, exercise, and avoiding exposure to contaminants may in the long run create a healthy epigenome. It's an exciting time to be studying this. Scientists are just beginning to understand how epigenetics could explain mechanisms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aging, as well as the origins of cancer, heart disease, mental illness, addiction, and many other conditions. Meanwhile, new genome editing techniques are making it much easier to identify which epigenetic changes really matter for health and disease. Once we understand how our epigenome influences us, we might be able to influence it, too. 我们看完这个 关于表观遗传的这个介绍 这个表观遗传 就是在研究双生子 就是双胎胎 就是同卵双生子 然后发现 它们有很多的不一样 然后这个不一样的原因 就是由于环境不一样 对外界的环境 对它的不一样 包括后期成长不一样 然后对它之后的 表现出来的 也有很多不一样 包括之后的疾病 有的时候也是不一样的 那科学家也做了 这么一个实验 就是在这个 刚生产的妈妈 然后不理的 就是不理这个小鼠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小鼠 对它的孩子照看得比较好 然后发现它们的脑的区域 就海马区域 他们做了测序 发现它的甲基化水平 是增高的 比如说这个神经 这个神经这个基因 这个基因呢 它有上游的这个promoter 这个启动子区域 它的甲基化 急剧升高 然后提示它的甲基化水平 比较高 然后进而影响了 它的之后的社交 以及它的电活动 那发现呢 就是甲基化水 就是在这个童年的经历 和表观遗传 是有相关性的 那我们健康积极的生活 对我们的表观遗传 是有一个正向的一个调控 那其实我们所说的就是 遗传好像我们的基因是很少能改变 我们的突变 一个基因的突变是比较难的 但是我们健康记忆的生活 是可以改变我们的表观遗传 如果说我们的基因是不可变的 就好像基因决定我们的性格 性格决定我们的命运 然后命运 这不就是命定论了吗 事实上上天是可以给我们有一个积极的 健康的生活应对 让我们可以去改变 我们祖辈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个DNA的序列也好 我们的遗传背景也好 然后可以去适度的可以去进行一些优化 那我们知道这个尼克胡哲 他一出生就是这个海豚婴儿 然后他在十岁的时候也曾经就是抑郁 觉得生活没有意义或怎么样 但是他经历了这些 他毅然的以乐观的心态 喜乐的心 然后去面对生活 找到人生的意义 然后去到处演讲 到处去 你看我都这样了 我去给你们 我能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你们有手有脚 你们很健康 那我也能就是 就是说要活出一个健康积极的生活 那他也过了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 激励了很多人 那菲尔普斯也是一个从小患多动症的孩子 那他在他妈妈的坚持下 求医问药 包括各种训练 发现孩子菲尔普斯特别的喜欢 喜欢这个游泳 在游泳方面他就锻炼 然后锻炼游泳到一种程度 他就可以不吃药了 就是多动症很多是需要吃药的嘛 他就不用吃药 然后坚持锻炼 他竟然获得了28枚奥运奖牌 这个是非常激励人的 那另外一个呢是个成年人 成年人这个Neal呢 他是一个好莱坞的影星 他在1963年了获得了最佳奥斯卡奖 女演员奖 那他在65年的时候呢 他就得了中风 中风以后呢 你看他的中间这个照片 他的眼睛已经看不到了 然后他的运动也受损了 所以呢 他在之后呢 他就积极的有一些康复的训练 在四年之后他重返音频 然后在1971年 他又在71年呢 他又获奖 然后三次艾美奖的提名 然后他享年84岁 活得非常的 所以就是说 我们很多的说失明了 那怎么还会再复明呢 实际上之前的误区呢 就是说神经是不可再生的 但是现在的研究成果 神经是可以再生的 当我们用好的方法 好的科学的方法 神经是可以适度再生的 这个Neal呢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所以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境遇 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态度 那像这个秋实爸爸妈妈 他们这两列都是高志爱 这个爸爸是分子遗传学博士 那他呢 他们两个孩子都是自闭症 那有一个比较严重 在干预以后呢 就比较好 另外一个孩子比较严重 那秋实爸爸妈妈 积极的面对 应对去给孩子 有一个康复训练啊 然后他们曾经说过 上帝就发给你这一手牌 你不能换 只能想怎么去打好它 那其实在我们华人里面 很多的甚至就是说 我们做很多的基因筛选 包括我们要去测孩子 有没有糖氏综合症啊 排击啊 如果我们发现孩子有问题的话 我们会就会终止认诚啊 但是实际上很多在国外的很多的家庭 即使唐氏婴儿他们也依然的接纳他生下来 那他们认为就是上帝赐给他们最好的礼物天使 因为我们我们生孩子 你不是要让他成就让感觉到我们很成功 而是在经历养育的过程中让我们更认识生命 实际上让我们我们的生命层次要更高 我们不管我们不能选择我们要什么样的孩子 但是我们是可以去有一个积极的心态 去面对去养育我们的孩子 所以像犹太人箴言中所说的一样 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喜乐的心是两药 忧伤的灵十股枯干 这些都是都是非常好 就是我们这个我们的一生都是由我们的心 我们一定要保守我们的心 然后要有个喜乐的心积极面对的心 有一个积极的态度 然后那我就是回到我刚开始第一开始 我提问就是我们教育的目标是什么 教育的目标我们是让他上好的大学 然后让他有一个好的工作 让他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当然这些都是无可厚非 在洛克那个年代提出来 就是孩子就要怎么样一样 就像机械体一样 我们要培训他就像华生一样 我们要培训他 我给我任何一个孩子 我都可以把他 把他想让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想让他成为一个律师 我想让他成为一个医生 我就可以把他塑造成一个怎么样的 那我们的孩子是一个非常 是一个有生命的活人 有一个有灵的活人 他是非常的生机勃勃 他需要灵力的滋养 他需要感受他的需要是什么 他的天赋是什么 他的潜能是什么 上天造他 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不能说给我们 我想让他成为一个什么样 就是怎么样 我不管这个孩子 他的体质是什么样 他的气质是什么样 我们就用PDF一套方法 我要练习他的这个 这个一套的训练 我们也不能说是孩子 我要过度地去给他养育 我要让他要经历到那种不缺爱的 但是他要经历这种风霜雪雨 因为社会 它是一个很现实的社会 所以这个生命体就像一个树一样 它会接受风吹雨打 它也会接受阳光雨露 那怎么样成为一个 着弱成长的树呢 就是要在这种环境中 我们要培养它 那我呢自己画了一个图 就是说我们首先要 要明白我们的教育目标 在这个目标下呢 我们要培养它 建立有健康的体魄 是吧 有整全的品格 那我们的智商 包括情商 逆商 财商 这都是我们家长 这些都是非常认同的 那我们的爱上 我们有爱人的能力 包括我们要有这种 比受更有福 我们都要培养孩子 需要爱人的能力 包括我们影响 我们不要忽略我们这影响上 我们要从小去 去培养我们的孩子的影响能力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世界不是我们被影响 就是我们去影响 这个世界 如果我们只是说定了一个短短的目标 我就是让他去上一个大学 找一个好的工作 我们不管他心灵的需要 不管他的价值的需要 不管不定一个长远的目标 然后他只是在一个短浅的目标 然后我为了学习 我为了名次而学习 我为了什么而学习 这个对他的心灵来说 是一种减损 因为这种教育是短浅的 然后而且我们怎么样去抵御外面的影响呢 包括这种物尽天责 优胜劣汰 这种可怕的想法 这种非常残忍是吧 另外还有就是 我们的这种 现在的这种同性恋呀 包括不婚主义呀 很多的这种 这种奇奇怪怪畸形的 畸形的这种价值观 如果我们不培养我们的孩子 这种影响上 那他包括他的孩子 就会被这个世界所影响 所以我们必须得 不做我们的家长 我们自己要树立自己的影响力 然后传播力 分享力 然后去让我们的孩子 也要有影响力 我们的家长经常是花的时间 让我们的孩子学习学习 可是我们并没有告诉我们的故事 我们家族的故事 我们这个民族的故事 我们没有去 从一个历史的角度 或者是说 从一个生命的角度 这个一个空间 一个广 一个横向 一个纵向 去让我们的孩子的思维 去更加的广阔高盛 所以我们在这个目标的时候 我们接近一下 古希腊 哲学家 教育学家 苏格拉底 他认为教育的本质 并不是单向的灌输 而是唤醒人内心的潜能 教育家蒙田说 如果一种教育 不能令我们的灵魂变得更好 那这种教育 就不能被看作是成功的 那教育的本质 我们光合社呢 蒙埃光合社 我们是希望唤醒孩子内心的内驱离 让孩子树立以价值驱动为导向 然后树立使命和目标 以服务于社会 当如果我们有一个标杆的时候 有一个远大标杆的时候 我们在沿途遇到的这些坎坷 包括我们的挫折 我们都可以去 我们都可以去忽略也好 忍受也好 因为我们要去价值实现 因为我们要培养孩子 在付出的时候 能够感受到那种甜美 失比受更有福 所以就是我们要建立这种 教育的长远的目标 是非常的重要 我期待每个家庭 都能够写下自己 当然我们的短期目标 中期目标都要有 我建议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长期目标写下来 现在你短期的目标写下来 然后写到一个本上 然后经常去按照这个去执行 我觉得因为人没有目标 是很难去执行的 所以我们要设立家庭的教育目标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教育科学 我们如何做好科学的教育 我们要了解发展心理学 遗传心理学 行为心理学 包括社会心理学 积极心理学 以及我今天讲的脑科学 然后融入这些科学 我们就可以做到科学的教育 然后脑科学育儿呢 我们也有运动脑科学情绪 阅读社交睡眠能力 以及品格自律饮食脑科学 以及一些各方面能力的培养 这些我就不展开去说了 我们可以有些互动 好 我们也请田博士稍微休息 休息一下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然后您可以看一下 留言区的这个大家的问题 然后在我们的直播间 也有同学问问题 等一会我们也会把 大家的一些典型的问题 给收集起来 大家稍微休息一下 等待一下 好的 您先看看那些问题 然后在里面去做一些收集吧 好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 刚刚我看到不少的同学在咨询 我们的专业的设置 还有我们的报名的方式 现在大家可以看得到我的屏幕 那我们现在夏季正在招生的 有临床心理辅导 还有工商管理硕士 网络安全管理硕士 和本科博士项目的话 是后续启动的 大家可以加这个页面 右下方的二维码 对来加我们的招生的同工 好吗 对可以截屏 大家可以截屏 因为好像很多人在问 怎么咨询 怎么了解 大家都可以加这个 抱歉 大家可以加这个二维码 好吗 然后我们的同工会给大家发简章 同时的话呢 这是我们加我们的招生 有一些邮箱 然后会在两周后的周六 我们还是会有一场直播 那这场呢是商科的 会邀请到我们两位NBA的教授 孙李教授和陈杰教授 他们会从目前 我们国内非常热播的 这个三体 三体当中来看一些管理的哲学 来看公司的治理 所以这是我们两位NBA教授的 这个讲座 也在两周后的周六上午 那后续还有在三月份 我们还会有两位教授 他们也会做一些商科的 这样的一些讲座 大家可以就是截屏下来 然后扫码关注 扫码加我们同工的微信 特别是咱们视频号直播的 大家可以截一下屏 对在众会时的话 我刚刚有分享了二维码 在聊天区 等一下我也还可以继续分享 就是如果是视频号的话 大家可以截屏 可以截屏 好 那亭博士您这边问题有看到了吗 可以 还有 可以那个远接你可以 你可以拣选一些吗 我也可以跟您这边筛选一下 刚刚已经在 那我们这样 大家可以举手 就是如果您是在众会时现场 您可以举手 那如果大家是在视频号的话 您可以留言 我也可以从视频号这边 就是筛选一些过来 那我现在先提一个视频号的问题吧 庭博士您这边可以吗 就是视频号的问题 可以可以 那视频 这边视频号有一个问题在说 他庭博士有很多讲座都在推荐绘本 绘本作用的相关跟踪研究的成果是怎么样的 创作出绘本的儿童 其后续发展如何 与绘本阅读之间的联系力是怎么样的 您可以介绍一下这个部分吗 谢谢 好的 太好了 这个问题特别好 然后关于绘本这个 我们又太讲 那我们以后如果有机会 可以 可以吗 现在可以了 可以了 绘本这个 因为它是图画书嘛 图画书它在这个过程中呢 本身就已经是培养了美誉 第二个呢 就是小孩子很多的是 他不是与按 就是在六岁之前学前的孩子 他不是按文字来去交流的 他是按图画 所以在这个图画过程中呢 让他有想象力 然后因为他会延伸 所以这个是有一些研究 证明这个图画书 对孩子的这个神经可塑性 是有特别好的帮助的 然后其实我们在美国的 我们以前误以为就是说 美国的这个语文做得不好 实际上美国在做了K12以后 然后他对这个 他们的这个语言的这一块 那个标准是CCAC这个标准 这个他语言的这个标准 每一年用什么用什么 然后在绘本这一块的话 他也有比较那个什么的一些提倡吧 然后所以在西方来说的话 绘本是比较出了很多非常优秀的绘本 所以这个是他们倡导的 然后这个也是研究结果表明的 然后另外一个我可以说的 就是分享的就是 包括我们多动症的孩子 包括自闭症的孩子 我们有个结构化教学 这个结构化教学就是画出图来 跟他们去沟通 然后你去跟他讲的时候 他不太懂 他也不太容易执行 因为他不懂 所以他执行不了 但是如果你给他画画画出来的话 第一步做什么 第二步做什么 他就容易 所以自闭症的孩子 包括多动症的孩子 他们的画画能力啊什么的 没有什么问题 反而有的孩子还挺有天赋的 所以 好的 谢谢田先生 我看到我们注目会使的现场 有两位举手的同学 那先来 Lisa Lisa 我给你把你的静音解除了 可以吗 好的 谢谢 谢谢老师 老师您好 我想特别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孩童的幼脑开发 就是因为我之前很了解过 包括七天真的 一些幼脑开发 这些的内容 那我想问 这些是否科学 然后对于关于六岁前的孩子 幼脑的开发 或者是之后 老师有什么建议 或者是我们特别需要 帮助的 或者是有一些的影响吗 谢谢 我们的幼脑也称之为艺术脑 创造脑 比如说它对图画 音乐 韵律 情感 想象 创造 这些是非常的 就是 这个脑区是在这块 是有独到的 这个功能 所以在开发幼脑这块 就是我们在三到六岁的时候 会给他听一些音乐 然后会一些色彩 搭配 那再大一些 他可以用画笔的时候 就可以画画 其实我提倡 每个孩子都学一门音乐 因为音乐它又听 然后你的手还得动 脑还得执行 然后它是手脑眼配合 所以特别对脑的可塑性 是特别特别好的 所以呢 我建议每个孩子都学一个音乐 也许不是钢琴 也许小提琴 或者是有的孩子 我就喜欢打鼓 是吧 然后总归他会喜欢一个 然后 我觉得就挺 就是挺多的 像音乐和图画 这块 就这个 都会 都会有一些吧 然后包括 绘本的阅读 也都是一个 一个培养它的美学呀 什么的 就是在 耳濡目染中 他就都在 看那些画的 那么那么怎么说 浮想连篇的 或者说天马行空的 但他们能理解 因为我们成年人很多都知识化了 脑子 好 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呢 我们就 对 就到这里了 辛苦你了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